大家好,我是Vaxing Plus总教练,我叫瑞 那今天要介绍的是拳击的一个比较实战实用性的动作 第一个是攻击,第二个是防御 那攻击的话,我们刚刚呈现的就是 第一个是头部攻击跟腹部攻击 那我们刚刚用的方式是比较基础的用直犬的方式 左右直犬 那注意的点就是你要,比如说你要在做腹部攻击的时候 你的头必须要往下去做一个散动作用 然后同时出卷 这样你的对手在满足的时候比较不容易去击中 那头部的攻击的话就是直接一样用最快速的方式 然后你的不管是左手还是右手 去做一个完整性的动作 所谓完整性的动作就是你的手肘、手腕 还有你的肩关节 与一致性的完全打直 这样会比较容易命中的方法 那OK,那第二个做防御 防御的话,我们刚刚示范了大概五个动作 第一个就是打 第二个是拨 第三个是拍 第四个是斩躲 那你这样一个比较基础的防御 这样去加以演练 会变成一个惯性动作的话 对你的群体的防御是有相当大的帮助 OK,希望大家会有受到这样的技巧 OK,谢谢 OK,谢谢